在斷圓殘壁前還聽得見 紅紅炮聲 俄羅斯傭兵集團 華哥那首腦普利格金 在五月二十號宣聲 經歷兩百二十四天的激戰 已經全面控制烏東巴赫姆特地區 還釋出華哥那傭兵到處揮舞 俄羅斯國旗以及華哥那標誌旗的畫面 不過普利格金還是又酸了 俄羅斯國防部一頓 同時也傳出連俄羅斯總統普丁 都對這樣的勝利宣言 從遠方至上祝賀 不過烏克蘭軍方才剛公開 烏軍清掃俄軍 在離巴赫姆特中心西北邊 約五公里遠駐地的影片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 馬里亞爾也否認淪陷 只承認戰況危機 由俄羅斯媒體報導 人在日本參加G7峰會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松口任了八個名的尸首 不過根據當時記者提問的影像 俄羅斯媒體恐怕是斷章取義 有分析人士認為巴赫姆特 其實對於莫斯科來說 沒什麼太大的戰略價值 只是被視為象徵性勝利 西方估計過去八個月以來 大約有兩萬至三萬名俄軍 在巴赫姆特受傷或陣亡 烏克蘭為了守住陣地 也負出了慘痛代價 好消息新聞 羽毛的高編譯